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前世只要有积德 那么今世就会圆满 前世如果缺德 那么今世就会有报应 那么前世行善积德的人 今生会有哪些首相面向特征呢 跟着小江之一起来看看吧 一 前世行善积德的人 今生会有哪些首相特征 一 三秋饱满 三秋指的是木星秋 金星秋 火星秋 三秋饱满的首相的财运是非常好 三秋越是饱满 那么证明自己财库越是充足 财源也是不断 就像是招财手一样的存在 只要想赚的钱 那么就一定没有赚不到的 二 手掌后事 手掌后事的人在婚姻上就是人生赢家 他们在感情上不会遇见喳喳 可以说 一恋爱就遇见了那个真心和自己相爱的人 他们会很顺利地走进婚姻殿堂 夫妻生活和谐幸福 子女各有各的成就 完全不需要他们去担心 三 手指有肉 这种人的身体是非常强壮 他们很少会有累的时候 不管是在什么时候都能够保持活力 他们有足够的精神去投入到自己的事业上面 对待自己的家人也非常的有爱 他们一生都会很顺利 没有什么太大的烦恼 就算有 不是什么大事 很快就会解决掉 四 掌闻清晰 掌闻清晰的人为人单纯善良 就算别人对他们抱有恶意也不会有意见 这种人虽然没有什么大富大贵 但也不会有什么挫折和磨难 一生都非常的简单 不需要为生活烦恼 五 事业线非常长 这种人在事业上面会一盏宏图 他们的事业运势很强 能够顺利完成自己手头上面的工作和计划 他们不仅能够做好自己的事情 还能够帮助自己身边的同事 不仅可以博得同事的好感 他们的实力也会得到领导的认可 在事业上也会越走越顺利 二 前世行善积德的人 今生会有哪些面向特征 一 印堂 印堂好命功主一生龙枯 人如果做了亏心事 或者祖上师德 或者前世师德 会有一条选真文 这条选真文 上课父母下课妻儿 我有一个同事就有此选真文 真的是上课父母下课妻儿 这个课不一定是课死 大多都是给父母亲儿 带来很多麻烦及不幸 后来我教他放生 行善改过 月三年后 我发现他的旋真文转角了 他的旋真文本来是垂直的 后来变弯 转到一边去了 这就叫做旋真转角 转厄运为吉祥 他从前总是倒霉 父母亲儿四人 总是轮流生病 他赚多少钱 都不够给家人看病 生活上也总是百般不如意 可现在生活慢慢顺利顺心 开始从倒霉 转向如意了 二 眼下 眼下称为紫西宫 阴德宫 主要是表现一个人德行的地方 从小眼下都是平满的 有黄明之光的 世卫有素德 有仙谷 从小就有眼带 或者黑眼圈 或者眼带下线 是属于先天精气神不足 先天甚虚 所以想法上 说这种人紫西弱 不容易生孩子 所以这种要情修敬 清心寡欲 广积英德 终于都知道 眼下黑暗下陷 是严重的圣亏 圣主精气 精气严重亏损 云和正当 精气饱满 来源于清心寡欲 故有道之士的眼下 是平满 如隐隐卧残的 因为眼下大吉之色 是黄明之色 如残之色 故称隐隐卧残 广积英德 做了很多善事的人 眼下会有一重 或者二重 或者三重 细如此的细文 此细文 有光泽而优美 是明英德文 若果善人行善 广丽众生 眼下就会出现此文 如果你常行善 眼下出现了英德文 恭喜你 这是增幅延寿 此贤孙贵这征兆 如果你常行不善之事 或者发不善之心 眼下就会发黑下陷 发黑下陷还是一般的 真正严重的是 眼下出现竖文 如针刺眼 此乃客子行孙之掌 三脖子光亮 人要长生不老 青春常住 脖子上的喉沦要打开 如果一个人喉沦打开后 不管是100岁200岁 脖子都是不显老的 四法令文 法令文也是表现 一个人德行的文 此文一般中年后才会出现 法令入口 名饿死相 有名藤舌入口 虽然法令入口不一定饿死 但最起码老来孤苦 此文是随人的心态行为变的 行恶则入口 行善则可以把藤舌入口 变为贴口延长之下巴 这种法令成为寿代 如果你的长辈有这种法令入口文 不要紧 反省忏悔 长行诸善 法令自然会延长过口 如果原先只有一条法令文 后来行善改过后 在原先的法令上 像处之一样 又生出一条 名双龙出海 既受又富贵之征兆 乃善业福报 五 严寿毛相 如果一个人一生行善 不悔不疑 至晚年 每尾会生出三五条 特长的眉毛 此眉名五彩眉 乃德高望重 严年益寿之征兆 又耳内生毛 乃高寿之计兆 又中年老人 头发从额头日月脚 开始向后脱发 意识计兆 如果中老年人 从头顶 摆会处向前脱发 从里到外脱发 乃凶兆 德行欠缺之相 当止恶行善 转恶运为吉祥 三 福报耗尽后 面相会有哪些变化 命的构造 是以人的心性特点为主体 但是如果在生活中 过于放荡自我 则很快福报会消耗光 就算命再强 也会越来越难以如意 当人的相发生一定变化时 则代表福报将至 要立刻警醒起来 一 颧骨凸起无肉 如果发现自己 颧骨凸得比较厉害 而且脸上看起来 干扁无肉的话 那么就是福报 消耗完的一个特征 职场中不顺心的事 会变得特别多 没什么精力 每天都会出现 一大堆烦心事 工作强度越来越大 但工资却是原地踏步 关键时候 还会随着能体会到 巨大的压力 职场中身边中 会充斥着一堆小人 稍微不注意 就可能被对方抓住把柄 从而落井下石 二 眼神变得空洞无神 如果发现自己的眼睛 变得空洞无神 眼珠好像也没有 之前那么漆黑了 那肯定是福报 快要消耗完了 感情上会出现 一系列的危机 有对象的朋友 俩人之间矛盾重重 经常因为一些 鸡毛蒜皮的小事 而吵架 随时都有可能分手 而已婚的朋友 家庭生活 更是糟糕透顶 夫妻俩感情淡薄 随时都在冷战 还极有可能被伴侣 戴绿帽子 婚姻关系 岂岂可危 三 嘴巴苍白无色 如果原本红润的嘴巴 变得愈发苍白 说明福报 快要消耗殆尽了 表现最为明显的就是 财富会遭受致命的打击 赚钱会变得特别难 随时都有可能丢掉工作 正财收入非常不稳定 副业方面 即便消耗大量的时间 去经营各项事业 但获取的收益 却少得可怜 更为倒霉的是 花销会特别大 自身的购物欲望 难以克制 还会遇到很多 无法避免的意外状况 都需要金钱来打理 四 皮肤松弛 无光彩 如果发现皮肤状况 越来越差 肤质看起来黯淡无色 脸上的皱纹 也在不断地增加 则是福报 即将消耗完的表现 身体上会出现 一系列的问题和麻烦 几乎没有一天 是浑身舒畅的 同时 意外流血事件的发生概率 也会大大增加 出门在外 很有可能发生车祸 外出旅游 也有可能遭遇紧急情况 另外 除了身体状况 不够乐观之外 精神状况 也会变得特别差 内心变得极为郁闷 不喜欢和外界交流 时间长了 甚至还会产生 抑郁症的情况 五 下巴棱角分明 如果你之前的下巴 比较圆润 但在短时间内 下巴的棱角 相当分明 给人十分尖锐的感觉 那么便是福报快要消耗殆尽的表现 不管是自己还是身边的人 都会发生很多不好的事情 会明显感觉到运气变得越来越差 比如说 下雨天走路的时候 会忽然摔跤 甚至直接出现骨折的情况 再比如说 相恋多年的伴侣忽然变心 在背地里偷偷找了别人等等 这些都要引起重视 虽然社会是科学的 但是还有很多科学都解释不了的问题存在 很多人把这些问题归咎于英国命运 很多人会害怕所谓的英国 害怕遭遇一些可怕的事情 但是要知道 不做亏心事 不怕鬼敲门 只要你保持善良的心 多做好事 就算有英国 也是好的英国 从面向学中 脸上的纹路也有着一定的预示 从脸上的纹路形态 数量和位置可以推断出 人的一生俘虏有多少 事业如何 有些纹路的出现 预示着你一生 奔波劳碌 生活不顺 有的纹路出现 则是大富大贵的象征 今天小将之就来给大家介绍介绍 脸上这些胸纹与脊纹 快来看看你的皱纹是脊是胸吧 一脸上十大胸纹 一玄真纹 玄真纹位于两枚正中间的位置 从上至下 好像有一条直纹冲破了命宫 形状像是一枚竖直的细针 顾名玄真纹 玄真纹是长期皱眉头引起的纹路 找有这种纹的人性格比较极端 决定了的事情 会不惜一切代价去完成 是典型的不撞南墙不回头 这种性格当然也有其自身的优点 但更多的是偏执韧性 所带来的缺点和弊端 这一类人往往人缘不佳 不仅容易得罪同事 甚至连其配偶和子女 都难以忍受他们的专制与固执的个性 事业上缺乏外部助力 常常辛苦奔波 而又少有成就 感情上缺乏亲情的滋润 内心孤独苦闷 2.伤害纹 眉头上方单独出现的纹路 如果在眉头左侧 古称作伤害纹 这种人在日常生活中心思较重 容易受焦虑情绪的困扰 而且性格比较冲动 一旦脾气爆发 则自身很难控制 容易做出伤害自己或他人的行为 从身体健康方面来看 长有这种纹路的人 容易患有关节风湿之类的慢性病 肉体上常年遭受病痛困扰 从心性和运势方面来看 这种人容易忧愁劳心 甚至容易有牢狱之灾 需要少动恶念 放宽心态 保持积极乐观的态度来进行化解 3.八字文 顾名思义 八字文是指印堂部位的纹路形似八字 舍有这种印堂文的人 往往内心比较纠结 野心欲望较大 但是凭自身的能力 很难实现自己的愿望 并且心胸不够宽阔 往往一件小事 就能让他们长时间的忧愁焦虑 拥有这种心性之人 必然一生劳碌奔波 但又成就微小 难有扬眉吐气之时 如果女性生有这种印堂纹路 就说明其嫉妒心较重 喜欢与人比较 争强好胜 不能安分守己 一生辛苦操劳 四.穿字文 穿字文是指印堂有三条数值的纹路 形似穿字 印堂常有这种纹路的人 性格固执偏激 头脑不知变通 如果是比较有能力的人 能够通过辛苦努力 打拼出一番誓言 但如果对现实认识不清 抱有不弃实际的愿望 而自身又没有能力达到目标 则这种人往往喜欢责怪外部环境 内心充满力气 因而生活中常常受挫 而情绪喜怒无常 又容易把自身的挫败感迁怒于人 因而往往没有好人缘 以生奔波老路 六亲无靠 五类堂有颈字吻 所谓的类堂就是我们所说的卧蚕 若是在类堂的位置长有颈字吻 被称之为三阴三阳 所谓的三阴就是指 类堂又称为三阴三阳 三阴记 太阴 绝阴 少阴 三阳记 太阳 阳明 少阳 一般找有这样的恶文的人 子嗣不心 尤其是在严小的纹路纵横交错 更是三代少子孙 子女是不会特别的强 没啥大出息 六 破全吻 所谓的破全吻 就是有纹路或者邪文穿过全骨 而全骨在面向中代表的是 权势与财势等 一旦有邪文穿破全骨 要么是由小人上门 阻恶自己的升迁之路 摆上钉钉的事情会泡汤 或者是最近会有破财的事情发生 主行刻自己的伴侣 有官司产生 与人发生经济纠纷 七 法令文有断裂 法令文是指从鼻翼向嘴角处延伸的纹路 代表的是一个人的权利与统御能力等 一旦法令文出现断裂 或者是有明显的断结 则这样的人命中主破败 行刻自己的伴侣 而这样的人一般败家破财 赚钱赚得非常的辛苦 一辈子都是非常的辛苦劳碌 也赚不了大财 无论男女都是老路民 八 尖门有纵纹 在相学中若是尖门的位置长有纵纹 被称之为尖门举枪 尤其是纹路看起来非常的清楚明亮 这样的人夫妻生活也不是特别的美满 夫妻间的关系也会非常的紧张 夫妻间的矛盾争执也会非常的多 离婚的几率也会非常的大 夫妻间的生活不美满 一辈子都会过得比较辛苦 容易有多昏命 九 额上滑盖纹 额头滑盖纹即额头乱纹或者燕子纹 额头主一个人的先天运势和智慧 额头有这种纹的人 行客自己的另一半 祖夜凋零 早年生活得比较艰辛 事业多波折 晚年子女荣誉不孝顺 比较的悲凉 十 山根与年上 瘦上有横纹 山根既鼻梁的根部位于两眼之间的水平位置 也称夫妻座 山根处有横纹的人 首先对身体健康方面不利 祖夜凋零 容易远离家乡去外地发展 一生当中比较容易遭遇重大的挫折和变故 与家中亲人关系比较的紧张 婚姻方面不顺 一生比较的辛苦 二 脸上六大急吻 一 十字吻 在面向学中 额头是一个尤为重要的部位 主掌着一个人的事业以及福寿 如果一个人的额头饱满风龙 并且有一个十字吻 这样的人无论男女 都很适合从事经营商业 金融项目投资的领域 是富贵双全 吃穿不愁的象征 并且男士可以白手起家 成就一番大事业 女士大多可以成为女强人 姻缘方面建议晚婚 因早婚容易影响到 事业的顺畅发展 二 金履纹 金履纹其实是从人的法令纹下方 左右延伸出来的分支 脸上有紫纹的人多善经营 这里所说的经营 并不是侠义上的生意买卖 它也指家庭的经营 及亲朋关系的维系 这类人多富社会名望 且受人尊敬 是福禄厚福的好面相 三 严脚掌余伟 鱼尾纹是出现在 人的眼角和鬓角之间的周纹 纹路与鱼尾八相似 一个人在年纪轻轻的时候 长了鱼尾纹 但鱼尾纹路向上 指着天仓的位置 天仓可反映出 一个人的青年时期的财富运势 这条鱼尾纹说明了 此人勤劳诚恳 且有恒心 有耐心 在这个阶段能够白手起家 不仅是富贵 并且日后能够长寿 安享轻浮 这样的人有上进心 工作积极 善于经营家庭 能够为家庭带来财富 增望了家宅运 日子过得有声有色 快乐相伴 四 燕月纹 如果额头上有三四条的横向皱纹 并且是大圆弧形 这在相学上称燕月纹 有这样抬头纹的人 性情温和 为人正直 极富忍耐力 做人一丝不苟 受人欢迎 但容易得罪人 会健康而且长寿 并容易取得成功 五 嘴上唇吻 唇吻大多人少年时就有 只是随着年龄的增大 会越来越深刻 一个人成年后 若唇吻浅薄或干脆就没有 必是安于现状 不思进去的人 而唇吻清晰细致的人 进取心强 欲望也强烈 亦是身强体重 健康长寿之人 六 嘴角纹 嘴角上的皱纹 产生大多与一个人 对待生活的态度关系莫大 时常笑脸迎人 阳光乐观的人容易嘴角声闻 这种人命好 运势也好 晚年亦会很有福气 但嘴角纹也基于法令纹交叉 重叠 一旦形成这种面向格局 就会是破财 漏财之项 以上这些纹路中 有几种比较相似 建议将友们一定要分辨清楚 当然相不独论 以上内容只是为大家的运势提供参考 具体还需要结合其他命理特征综合分析 才更为准确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 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 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说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